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相信他下个礼拜应该会谈川普跟梅伊 至少谈其中一位或者两个会一起谈 我们先来看这一期经济学人的cover story好了 对 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 就像封英讲的 谈的是一个比较朴实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的标题呢 其实我们一眼看去 叫做life long learning 就是终身学习 台湾叫终身学习 然后呢 它是一个我们曾经常常看到 人类进化是类似的 但是是现代人类 你从一个老年 从一个小朋友到老年人 你终身都是这样子 有的拿着一个课本 有的拿着一个工作图 有的拿着手机 好像就说你从小到大 其实你都不能放弃学习 所以他在中间还有一排红色的小字 写的是你如何在automation 你就自动化的时代能够生存 那当然这一期还在42页 还有一个六篇有关这篇文章 补充的一个特别报道 如果说封面故事这个 在第九页这个封面故事 我们谈完之后 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去看一下 这个42页的特别报道 那我们今天就来进入 所谓序论的第一篇 有关终身学习这篇文章 它小标题写的是说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要终身学习 但实际上 实际的状况 其实是令人气馁的 文章一开始他提到 当教育跟不上科技的时候 结果就是不平等 怎么说呢 在创新来到之际 所有的工人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技术 能让你自己对雇主仍然有价值 很可能就会遭到开除 而如果落后的工人太多 整个社会就会崩塌 这一根本系的洞见 极大影响了当时工业革命时期 教育的改革者 所以也推动了当时很多的国家 资助全民教育的普及 后来工厂和办公室的自动化 又引发了大学生 人数的猛争 教育和创新相辅相成 曾经历经数十年 令全球的繁荣 非常的耀眼 而且绽放 今天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正在呼唤 另一场的教育革命 而这一次 工作生涯如此漫长 而又变化迅速 你如果只在人生的初期 有所谓正规的教育 已经不足以应付 人们还必须能在整个职业生涯中 不停的获取新的技能 不幸的是 正如这一期经济学员 特别报道里面 大概有提到的 目前的终身学习 主要是在令已经成功的人受益 因此只会加剧整个社会 更加的不平等 如果21世纪的经济体 不想要产生一个庞大的底层阶级 所有各国政策的制定者 你需要赶快制定措施 帮助你的人民 在谋生的同时能够继续学习 但是迄今为止 这些政策制定者的企图心 看起来只有越来越小 并没有加强 在青少年时期强化学习 之后通过 这个所谓的企业的培训 加以补充 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 正在失效 原因之一是需要 越来越多新的技能被需要 而且还要不断的更新 制造业越来越多的需要脑力 而不是蛮力 从1996年到2015年 所谓常规的办公职位 在美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 从25.5% 已经下降到21% 单一稳定的职业生涯 已经像我们曾经看过 老式的名片甲一样 一去不返 在人生初期 让人们接受 更高程度的正规教育 已经不是解决之道 因为只有16%的美国人 认为4年的大学教育 能够让他找到一份好工作 尽管职业教育 能够确保找到 比较重要的第一份工作 但接受专门培训的人 却很奇怪 他往往比接受 一般普通教育的人 更早退出所谓的职场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 他们在私营社会上面 是比较有问题的 与此同时 在职培训也在不为说 在美国和英国 所谓的在职教育的培训 在过去20年 下降了大概50% 独立工作的人群 正在增加 令更多的人 要为自己的技能 去自我负责 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你必须抽出时间 获得一个正规的资资 已经变成一种选择 但是你必须要投入成本 而且大多数的院校 都是针对年轻人开设的 市场正在创新 让工人能够有新的方法 去学习和赚钱 譬如说一些企业 像General Assembly 或者是Prassai 这种各类的供应商 纷纷以推动 和重启职业生涯的承诺 去开创他崭新的业务 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 譬如说MOOC 不再只教授 所谓柏拉图的这种理论 或者黑洞 而是像帮助学生就业的课程 倾斜 在所谓Udacity 和Kosara 这些所谓新的创新 事业上面 进修者你必须付费去学习 比较价格比较低的短期课程 或者譬如自动驾驶 汽车或者是Android 这种系统操作上面的 微证书或纳米学位 那帮助专业人士 更方便的能够提升他的技能 但是在乔治亚理工的硕士课程 你就能把每年 有关电脑科学硕士的毕业人数 提高的大概是一成 百分之十 这些革新显示了 我们到底要如何去交持工作和学习 但是如果你任期自行发展 这个新生的市场将会主要服务在那些 已经具备优势的人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就享受课堂的学习 那么日后学习也会比较容易 在Costara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学生 本身就已经拥有一定的学位 在线学习需要一些IT知识 而在经合组织国家里面 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是没有 或者是根本没有 所谓的电脑相关经验的 而技能不用则会退 但在很多低端工作中 工人基本上是没有机会 去实现他的技能的 如果新的学习方式 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求 远违根本性的举措 因为教育是一种公益事业 它的好处是会延及整个社会 各国政府应该要发挥它的作用 不仅要增加投入 还要把钱花的名字 终身学习开始于学校 一般来说教育不应该有狭隘的职业性 学生应该需要从课程中 学会如何学习和思考 所谓注重原知识 会帮助学生日后更好的学习技能 但最大的改变 是怎么让所有的人 能够常态的进行成人学习 一个方法是向国民 发放所谓的抵用券 可用于支付培训费用 新加坡就有这种个人学习账户 该国向所有25岁以上的国民 提供资金 你可以用来选择学习 500种经过认可的课程 到目前为止 每个国民只领取了几百美元 但这才刚刚开始 由纳税人附会的课程 可能会被浪费 但企业界可以提供帮助 引导人们学习企业需要的技能 并和MOOC及大学院校 合作设计有用的课程 企业还可以鼓励员工学习 电信公司ATMT 希望员工具备各种 所谓数位技能 他每年支出3000万美元 报销员工的学费 工会也可以发挥作用 组织终身学习 尤其是帮助那些小公司的员工 或者是独立工作的人士 因为这些人不大可能 有工费培训的机会 在英国 一个工会组织的培训项目 同时得到了左右两派政党的支持 这是很难得的 要让所有的这些培训有价值 政府需要大力降低职业资格 要求以及其他阻碍 人们入行的门槛 譬如与其要求 他有300小时的实习 来获得做洗法工的资格 田纳西州已经开始 让理发店自行决定 他要雇佣谁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功的应付 正在剧烈变化的 这个整个就业市场 受技术颠覆威胁的最大的 还是那些蓝领工人 其中很多人拒绝在 医疗保护护理 这些快速发展的领域之中 承担不那么难止期待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要尽量减少 因为时代改变而落伍的人数 那么所有成年人都必须能够 获得灵活而又实惠的培训 在19和20世纪 教育有了令人震撼的进步 今天的报复完全不应该逊于当年 学问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因为他刚刚提到的两个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 就是一个是传统教育 其实我最近感受是 当然是越来越深了 我的99%学来的知识 都是在我离开学校之后才学的 99%哦 我真的在学校想一想 能够留下来真的是百分之 当然那一段历程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我是一个适应学校 环境适应的很好的人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是那种 就是你知道 正规乖乖 对我们是正规乖乖好学生啦 就是考试也没有很难 然后这个学习也没有 这样讲会被人家打对不对 可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学校对我一点都不难 但是我真正学到的 几百分之99%都是出了学校之后 才学到的东西 而现在要跟上时代 我自己都感觉越来越吃力 这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每一天都在接受新资讯 可是却越来越焦虑 第二个是他刚刚提到的 连在职培训都在萎缩 因为企业老板 现在已经不培训他的员工了 他直接找人才就好了 他不培训员工了 所以他回过头来 就必须要有 可能是政府 可能是学校单位 他必须要提供这一些 我可以协助劳工转型的方法 或者是学习的机会 我曾经跟一个大学的负责人 谈到这件事情 我谈完了之后 他给我的回应让我知道说 他其实没有理解这件事情的变化性 有多么严重 因为他就回应我说 那只要任何的企业他们有需要 我们能够帮他们开课程 我们就帮他开课程 所以他没有办法主导 显然 这个学校没有办法主导 对 所以 我觉得他里面讲的对 如果说 太多的 这个 我们这些劳工员工 跟不上科技的发展的话 这个社会是会崩溃的 我现在动不动就会想到 那个南亚的一家工厂 你知道吗 他现在已经完全 4.0 完全智慧自动化 他不是纯自动化 纯智慧自动化 他原本聘雇300多人 现在只需要聘雇两个人 两个人 而且这两个人 显然不是当年 他那300多人当中 所能够拥有的技能 对 我觉得这篇文章 还有一个蛮重要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台湾有这样的现象 他把教育当作是一个固有的资源 去做分配 其实教育越来越像需要企业 你是需要动脑筋跟策略 去协助整个社会 所谓的talent 一直改 对 你的talent 你的人力资源 必须变成有价值 对 比如说台湾 你必须让你的这个 所谓人力资源 是能跟得上世界脚步 而且越来越有价值 对 否则你整个社会 就算你的产业政策 你的经济政策 金融政策都很好 你一代一代的人的人力资源 跟不上 其实也没用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平等化 全球化 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 对啊 就过去种种 过去的成就 不代表你未来的发展 这跟投资基金 有点很像 对不对 对的 好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伦敦金融 你要挑选的 伦敦金融时报 这篇社论呢 我觉得还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看到这个习近平去出席 达沃斯论坛 达沃斯论坛是一个怎样的大拜拜啊 就是一个商界为主啦 企业界为主啦 然后政界当然欧洲很多的企业 欧洲很多国家领袖会去参加 因为很近嘛 在瑞士嘛 然后呢 这个学界去捧捧场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一个 合个言而自的大拜拜 可是习近平居然去参加 他去挑选的这个时间点 是有他的意义在的 伦敦金融时报如何解读 对这一篇伦敦金融时报 最新的社论 因为习近平还在那里嘛 他直接下的标题是 达沃斯将是习近平赢得 全球精英认可的一个机会 那下面还有一段小标题 写的是说 现在全球政治跟商业的领袖 都需要中国去扶贫 他们磨损的审刑系统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 自由主义的精英 将不会有什么理由 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腾上 开香槟 每年在瑞士度假胜地 达沃斯受到称颂的 国际主义的世界观 如今遭受在2016年之后的 多方打击 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 这两个国家曾经倡导 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的前缘 但当2017年达沃斯年会的主角 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登上中心舞台的时候 这个局面为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机遇 在上一届世界经济论坛 美国的副总统 就是Joe Biden 曾经警告 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空清化 是为兜售所谓的筹外反移民 民族主义以及孤立主义观点的煽动者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那我们今天回头看 事实证明拜登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在今年的达沃斯年会上 习近平可以通过支持全球 在贸易气候变化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抓住机会挺进华盛顿方面 似乎在特殊的领域 那指望首位参加达沃斯年会的中国国家主席 能够安抚这个年会常客的神经紧张 但是可能要求过高 中国已经证明自己最多是机会主义的多边主义者 最差则是搅居者 北京方面最近有意使用商业影响力 来把他的邻国撬出美国的实力范围 这表明中国显然把自我的利益还是放在第一的 那当然 在当前笼罩巨大不确定行之计 习近平可以通过表明中国愿意以某种 更为控制有序和透明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是世界强国 在一定程度上去缓和全球的紧张 这意味着他需要放弃中国领导人 在这类情况下往往喜欢说的安抚性的客套化 而应该更加坦率的讨论 中国真正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迄今为止 针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 从贸易到台湾到人民币等众多事物上的挑衅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回应是令人钦佩的保持克制 他们似乎明智的判断出 川普所表达的敌意观点 在真正转化为政策的时候是会打折的 习近平可以更进一步 以多种方式抢占优势 首先他可以提出 为那些受美国新一届政府威胁的最大的全球合作领域 包括自由贸易和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提供强额有力的support或者是保护 从而在达沃斯论争上赢得朋友还有影响力 在安全方面 他可以通过认清美国不可能轻易支持 所谓的射程可达美国西海岸的朝鲜弹道导弹的开发 让川普触手不及 在即将来到的交易性的地缘政治时代 他可能会说 如果美国对于中国的利益所在更为敏感的话 中国愿意更有力的利用他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能会更加明眼 他在南中国海扩张性报复的限度 中国仍然是一个威权国家 法治由单一的政党去解读 中国藐视长测的这个所谓的仲裁法院 就他就南中国海政策做出的裁决 才过去没有多久 人们无法对中国为维护国际规则 会付出多大的努力感到乐观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很快的宣誓就职的川普 会尽力在措辞上更加克制 相反习近平可以更加自率一些 通过在达沃斯阐述中国领导的合作 他可能会让川普停下来想一想 他有机会展示美国影响力的丧失 可以迅速变成中国影响力的扩大 所以 伦敦金融时报同意 习近平之所以要去瑞士达沃斯 他就是要去展现说 当川普走向 当川普带领美国走向保护主义的时候 那么 习近平愿意领导大家 继续走向全球化 那只是说 伦敦金融时报显然不愿意看到这样子的消长 所以 他寄望川普能够理智一点 不要丧失了美国的影响力 让中国做大了 对不对 对的 嗯 好 很多人期待川普突然理智起来了 我觉得川普 很理智 川普很理智的认为 美国不应该再走全球独强这件事情 在全球精英的心目中会觉得 怎么会如此 可是 美国确实在 独立支撑全球秩序这件事情上面 越来越利有未待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当美国退出 那么全世界都可能出现秩序的重整 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其实包括台湾也是要去面对 我不认为台湾的安全 美国真的会愿意来保护 他们力有未待 因为 他们现在已经真的不是世界的超强国 他们已经不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唯一的战胜国了 对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经济学人 所挑选的六篇跟中国有关的文章 内容还蛮多元丰富的 对 这一期经济学人 其实总共有六篇文章 是跟中国有关的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六篇文章 都还算各有不同的角度 但是内容其实都还蛮重的 我先简单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挑的呢 待会会细谈的是在中国片的第一篇 他谈他的高铁经济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那我先简单跟各位说 在这一期的亚洲版第25页 有一天谈的是最近在斯里兰卡 发生的一个抵制中国投资的事件 它的文章的标题主要叫Deep Water 叫深水 那主要是谈 其实在1月7号 有一个中国和斯里兰卡工业园区的一个典籍 但是在当天 有大批的斯里兰卡的民众在外面抗议 因为是斯里兰卡政府决定将一个港口 还有领港的土地交给中国的企业经营 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居民要迁移的一些计划 因为整个租期是99年 这个计划一旦实施 这附近的港口的数千居民要迁居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抗议 不过呢 其实事实上中国已经在斯里兰卡 新建了价值15亿美元的港口和机场 而这是斯里兰卡总统 他们推出了一个500亿美元 国家复兴计划中的一环 那这个文章的重点是在说 中国其实非常重视在斯里兰卡港口 建设中扮演的角色 因为它要试图打通海上丝绸之路 直抵中东及欧洲 那这加剧的包括 所以斯里兰卡跟巴基斯坦 都对中国大陆很重要 因为都有很重要的港口 然后他们要接着就借由铁路 就直接接到中国的内陆 不需要再闹到 闹到那个马六甲海峡南海 跟台湾海峡了 你讲的非常对 然后另外这一篇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待会会细谈第27篇 谈中国的高铁经济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第28页 第28页这一篇叫做狩猎白象 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跟高铁有关 它的文章一开始就在跟我们说 中国人在最近几年 对它的基础建设越来越感到驕傲 因为你可以从中国看到 像机场 桥梁 高速公路 高铁 甚至过去的长城 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都感觉到非常地骄傲 那它从今年1月13号开始 你知道它又要承载着 全球最大的人口异传 因为过年到了 对 那这篇文章主要是在提到 新牛津大学有个讲师 叫Artif Answer 它曾经在收集 是从世界银行拿到的数据 从1984年到2008年 中国的95个公路和铁路项目 它就开始进行研究 它发现55%的项目 成本收益率是低于1的 也就是说它的结论 它说它们的营运生命周期内 是没有经济价值 甚至它大言的认为 超过半数的中国基础建设 是具有毁灭性的经济价值的 所以是非常负面的 但是经济学员这一次 帮中国说话了 它说其实这个文章 是过于偏颇的 因为它只到2008年 对 它说有很多的假设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篇文章 经济学员在最后一段 它就去举了一个 中国有个地方叫圆模 圆模这边的高速公路为例 它说 它相比1999年 ADB曾经的假设 运量在2015年期 这个地方的高速公路 它的运量反弹了31% 并且在去年春节再创新高 所以它最后是用讽刺的语调 去讲这个报告 它说你认为 因为它说很多的高速公路铁路 随着时间之后 它的成本 它的效益会降低 它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白相 随着年龄大 它的毛都会变成灰色 另外第31%是在谈中国 最很有争议性的一个案例 叫做雷洋 我不知道 凤卿听过没有 没有听过 这个是在去年秋天 12月29号 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 他被那个警察反正拘留就对了 在问讯的时候突然暴毙 叫雷洋 对 那警察就宣誓 是说他什么心脏麻痹什么的 接着开始在微信微博 很多人就去质疑政府的这个处理 那终于 其实在这个最近 政府已经宣布 对这些所谓警察 有了一些所谓撤职的处分 调离司法岗位 那涉案的一名辅警和两名保安人员 也解除了劳动合同 那这个事情越闹越大 代表说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些社交媒体 去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大家也看到 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过几次 其实微博的管理是越来越严的 那另外后面还有两天是在财经版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回来这两篇财经版的内容 以及经济学人如何看待中国的高铁建设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玄 学人今天带来这几篇文章 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 前面提终身学习 看起来是一个长期趋势 但是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好好推动这件事情的话 到最后可能就会有一大堆消失的中产阶级 而这些中产阶级又会为社会的极端化 仇外然后排外仇恨 然后以及反商等等等等这些社会情绪呢 带来肥沃的土壤 这个是其实美国前总统拜登已经提出的警告 那现在看起来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了 包括美国英国 当然也包括了台湾 好 那学完这个 在竞选的中国片里头 刚刚你提到了几个内容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在财经片里头的内容 对 我们在这个阶段讲的三篇文章 我觉得其实都蛮好的 那在财经版的第69页 谈得当就是人民币 它的标题其实已经讲得非常直白 标题直接是写说 中国的货币由于新年一开始的走强 正陷入困境 小标题写的是说流动性的扭曲 阻挠了本来想在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活力的投资人 那文章内容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好 他主要在说人民币在2017年 一开头就有一个不好的兆头 因为中国政府加强了管制 希望能够有效的管理好它的汇率变化 因为在2016年初 人民币曾经剧烈的下跌 这一次本来他们是觉得说 他们应该已经做好准备了 2017年尤其在境外市场 它里面当然主要觉得香港 人民币成为了全球的明星货币 在2017年第一周的前两天 它对美元就上涨了2.5% 大家要知道这是2010年以来 人民币在单个单周里面上涨最大的幅度 那事实上中国这两年的经济状况是还不错的 政府也开始紧缩引根 由于中国的经济和循环 其实跟美国很类似 所以因为前阵子美元走强 很多人就会觉得中国你很难脱离 即使如此 经济学员认为 许多因素仍然会让人民币 相比去年会下跌的 因为在去年人民币下跌了7% 下跌幅度是中国历史的第一 由于货币供应量仍然高达两位数 中国很多的企业和家庭单位 仍然希望把资金汇出去 去买海外的资产 而大部分的分析师目前是预期 人民币很快就会下跌 那中国央行长期以来一直强调 他希望人民币能够更不稳定 或更不可预测 那在过往的央行成绩看起来 他们是很有可能做得很成功的 这大概是这一篇文章的内容 不要跟央妈作对 是的 那第69页谈的是另外一个 也蛮特别的话题 最近在中国引起争议 主要是有一个叫曹德旺 大家知道他曾经是中国的首富 他是做福药玻璃 就是汽车玻璃的 挡风玻璃的 他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在讲 福药要到美国去投资设厂 他已经投资了2014年 买了Ohio GM的一个工厂 那为什么他讲话很有代表性 因为他在美国有工厂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当中国在1960年跟70年代的时候 因为国家忙于政治运动 曹德旺被迫辍学 他曾经卖过水果 也卖过香烟 今天回头看他曾经说过 那是创业最好的时代 如今他是中国最大的 汽车挡风玻璃制造企业的老板 上个月他在一个公开场合 公开抱怨 中国企业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在税跟费上面 收费上面 近日政府在这方面 其实又加强了不少的紧缩 曹德旺在这个时候 说出这样的话 是政打中的核心 那就是中国经营企业的成本 其实很多人认为 已经高于美国 那曹德旺是有资格这样说的 因为他的福药玻璃 在2014年买下了GM 在Ohio的工厂 而且投资了2亿美元 那他说 以前制造业的税费成本而言 中国比美国高了35% 如果你把土地和能源 即将上涨的成本 计入的话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早就已经没有了 那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马上出来否定了这个说法 并且表示 中国的税费收入 其实只占GDP的30% 相较于已开发国家的 42.8% 还有开发中国家的 33.4% 其实是还好的 但按照世界银行 最近又公布了一个数据 他表示中国的税费 在企业的获利的比例 高达68% 其实是比其他全世界 所有国家高出3分之2的 那不管怎么样 文章最后提到 经济权提到说 政府已经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最近中国 有一些税质的改变 包括银改正 就是营业税改正支税 还有所谓社保的减负 就代表说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 中国经营企业成本的压力 越来越大这件事情 其实习近平跟李克强 不断的在强调说 这一部分要改 只是我怀疑 他们改的速度 来不来得及而已 那我们今天要细谈这篇文章 我个人很喜欢 他谈的是中国的高铁经济 那小标题写的 不是高铁建设 也是高铁经济 那小标题写的是 中国已经建构了 全球最大的子弹列车网络 然后更小的一个标题提到说 而且将有更多新的高铁 会在未来几年建设出来 但他到底是不是浪费钱 他主要谈的内容 是有关这个角度 我们刚开始他提到一个人 叫谷正安 他是一个魁梧的老烟枪 专门去监督 就是公投的意思 他最近站在一大块的荒地上说 这些都是未来的希望之地 他其实在人生中 已经花了25年 专门负责监导 监督修路工程队 在中国的中部 中部省份的铁路的建设 但三年前 当他帮忙铺设完 到达安徽的高铁之后 他决定改换行业 因为虽然架构好了 世界一有的公共建设 但大地看起来仍然荒芜 也没有任何家汉事业的感觉 可是谷先生看事情的角度 已经不一样 他觉得中国新的城市发展 会因为所有新的铁路 高铁车站而崛起 他准备去做开发上 建一大堆有复古风的老房子 而且能够容纳5000人以上 随着中国高铁的企图性的延展 其实早已经超越了 谷先生的梦想好几倍 这个谷先生不到十年前 中国还没有任何一条高铁线 今天已经拥有长达 两万公里的高铁线 比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是全球最大的高铁网路 目前更计划在2025年前 再增加1.5万公里的高铁路 中国只要有高铁站的地方 几乎都会出现大量 新盖的办公室和住宅大楼 就算是看似极为荒凉的地方 也不例外 那国家的策划者的希望 他们会像是19世纪 美国和英国出现的铁路城 急于建设之际 浪费在所难免 但重点是获利有没有高于损失 最忙碌的金户高铁线 已经开始运转5年 或许已经可以做出初步的论断 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高铁的效益是非常好的 协助建立的深度连结的经济 但越往内陆 过度投资的风险确实也比较高 调查显示 在最忙碌的几条高铁线上 超过半数的乘客 是新增的交通量 也就是说这些乘客 是因为有高铁才出现的 毫无疑问 这对经济有利 它代表高铁为最具生产力的城市 扩大劳工和消费者的来源 并将投资推到最贫穷的地区 相关经济利益难以精准的衡量 传统分析焦距聚焦于 高铁路线的财务表现 再加上减少道路拥塞等间接效应 不过高铁不只是一种运输方式 中国还希望打造高铁经济 它是一种都会群理论的变体 而都会群理论认为 城市越大 居民越富有 越具生产力 中国的目标就是控制大型城市的规模 转而利用高铁达成群聚效果 中国相信此举会创造 比较容易管理的大城市网路 而且城市的规模不会太大 世界银行对此也非常乐观 他在2014年的报告指出 高铁会带来极大的利益 有机会使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生产力 提高10% 不过在大城市之间建造 可靠速度够快 成本够低的铁路 跟一般铁路是不一样的 是否能达到近乎相同的效果 OECD指出 建造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成本会比时速250公里的铁路线 多出90% 以年度乘客人次超过1亿 旅程低于5小时的长途路线而言 建造比较昂贵的高速铁路 或许相当合理 但如果是通勤城市之间的旅程 高铁不是那么适合 因为列车只能短暂的达到最高速 以人口稀疏地区的长城旅程而言 比如说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路线 建造高铁就太过昂贵 中国的高铁建设支出已经很高 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债 高达4兆人民币 是GDP的6% 设备制造商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 也在去年被迫重构了部分的债务 所以这一部分会是负担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结论其实很简单 他说他就去访问了两个当地 你比较年长的居民 他还是相信好日子即将来到 这两个老人说 政府计划把西部地区 深受三崩所苦的十万居民做轻移 而这个所谓的穷困的地区 叫庶州 会成为他们的新家 他们会为庶州带来繁荣人口 所以老百姓还是充满了乐观的 对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企图心 其实很强烈 而且确实已经有相当大的实现成果 在那个地方了 对不对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丁雪人 带这几篇文章